2016年文憑史卷1B第三条的B部分 题目就说小芬在一间贸易公司里面做事 他就要为公司购买一套在网络上面用的会计软件 即是说公司应该里面有个内部的网络连接了一些电脑 然后需要大家一起用一套会计软件 跟着他就说当他要购买一台伺服器的时候 他就考虑下列表格里面的硬件 即是说他要开一台伺服器 例如这台伺服器有一套会计软件 背后有一套数据库 于是其他连接了这个伺服器的电脑 就可以透过网络登入这套会计软件 打几月几日买了什么项目 几多钱用了 剩下多少钱 几月几日又买了另一些项目 这样一路杂住这些数是一套会计系统 背后应该是一套数据库的系统 他就说考虑这些项目包括了 硬碟那个伺服器的容量是多少 快取记忆体和汇流牌系统 这三样东西 他说叫你举出第二和第三项项目的 各一项功能 他给了一个例子 硬碟的功能就是储存程式的数据 和用户自己储存他的数据 那么快取记忆体是什么来的呢 快取记忆体英文就叫Cache 那是CPU专用的记忆体 那为什么无端端CPU有专用的Cache 会有专用的快取记忆体呢 因为它在我们记忆体的架构里面 是传取速度最快的一种 比我们常说快的RAM传取速度更高 而RAM又比硬碟传取速度更高一些 所以既然它是最快更快的RAM 我通常就会放CPU最常用的指令 和CPU最常用的数据 就放在这个快取记忆体上 于是CPU可以不用去RAM传取 可以直接在最快传取速度的快取记忆体那里 拿这些常用的资料 如果说到整部电脑最快速的最传 其实都不是快取 比快取更加快速一级 就是CPU里面的寄存器了 例如记忆体位置寄存器 那个传取速度就比快取记忆体更加快 这个就是一个电脑系统里面的 储存设备的一个速度的 级数比较 然后汇流牌系统 那什么叫汇流牌系统呢 一个电脑的底板就有很多线路的 那些线路就是一套用来 互相之间传送数据资料的一个系统 就是这个汇流牌系统了 包括了控制汇流牌 位置汇流牌 和数据汇流牌 就是在底板上有不同 连接着不同的硬件的一些部分 那汇流牌系统有什么功能呢 就是在CPU RAM和RAM这些记忆体 和输入输出设备之间 互相传送一些数据 或者一些控制指令 又或者一些位置的资料 就是汇流牌系统的功能了 然后第二部分 他就说小芬也应该考虑的 两个主要硬件 既然小芬已经考虑了 上面这三个硬件 那他说也应该考虑呢 就是说应该考虑其他 还有什么硬件需要考虑了 那我们就看看一个 真实的伺服器 究竟那个规格是怎么样的 那这一台就一台叫 机架式的伺服器 就是说呢 打横架在那个伺服器的一个柜里面 就不同我们平时看到那些 一台的电脑这样的了 那么一个打横的一个伺服器 那我们看看呢 通常一台这样的伺服器呢 他会介绍什么硬件规格 他有介绍硬碟的 例如这里你看到 写着8个2.5寸的硬碟 热抽槽 那可以放8个硬碟在里面的 和我们一般桌上电脑 放两个三个 那当然不同规模啦 伺服器嘛 那但是他说 其他的硬件 那你看到一开始已经介绍 是放中央处理器 你看到上面这里 写着Intel Xeon 当然和我们用的i5i7 更加不同级数 更加高一级的了 那么呢 所以第一个会考虑的硬件 当然是我运算能力的CPU 另外 第二部分 你看到他已经说了 可以放呢 3200MHz DDR4 这些是什么来的 是RAM来的 可以放多少RAM 那你看到这里有32个 可以插32条RAM槽的 那又是和我们日常用的电脑呢 当然没得比 所以CPU和RAM 当然是我们买电脑 也都买伺服器 必定要考虑的了 那其余还有些什么呢 下一个 就叫做内建Mega RAID RAID呢 就叫做磁碟震裂 磁碟震裂是什么来的呢 原来伺服器里面 通常会放很多个硬碟 例如刚才我说了 八只硬碟 但八只硬碟呢 不会八只拿来储存全部资料 例如可能四只用来储存资料 四只用来做备份的 这个就是所谓RAID RAID就是什么呢 四只用来储存资料 四只用来备份 其中一只硬碟死了 这只备份的完全可以取代它 于是你就有时间 这只备份的呢 支撑住先 就可以有时间换回一个新的硬碟 再抄回资料 所以伺服器呢 有一个所谓RAID的架构 就是一个容错的 容许有其中一些硬碟有错误 或者损毁 这些资料都不会流失的一个机制 那所以呢 另一个你可以说的 伺服器专有的一些硬件规格呢 就是有这个叫RAID的控制卡 硬碟之间容错的能力 CPU RAM和这个RAID的控制卡 基本上都已经是一些 购买电脑以至伺服器呢 我们必需要考虑的硬件项目